今年的世界体操锦标赛是在荷兰的路特丹举行 那对于参赛的各个国家来说呢 在荷兰的这个比赛是十分重要啊 因为只有在本次世锦赛上获得团体前24名的队伍呢 才能参加明年世锦赛 也就是伦敦奥运会团体资格赛的参赛资格 我现在呢是在荷兰的路特丹 在未来的10天当中 世界体操锦标赛将在我身后的这个叫做阿后裔的场馆里举行 今天上午中国女队参加了第一场的资格赛 为了这场比赛 他们5点钟就起床进行准备了 尽管只是资格赛 但是体育馆还是坐满了观众 中国女队在第一天的资格赛中首轮出场 赛前大家都担心早场比赛会令女孩子们不够兴奋 不过当中国女队亮相 赛前所有的顾虑都被打消了 中国队与意大利阿克廷等女队分赛了一组 第一个项目是高低杠 担任打头炮重任的选手是奥运女团冠军成员杨依林 不得不说杨依林的完美发挥 为之后中国女队所有上场的成员开了个好头 到后几天赛台完了才说是我打头的 不过其实还好因为我的套比较简单 所以压力不成大 尤其今天第一场的高低杠 这又是我们 是我们的强项 又是我们主要 单项上面 需要夺金的这么一个项目 所以高低杠的开头的打头炮 这个我们就设定好几个方案 最后还是选择了杨依林 这个奥运冠军比赛比较有经验的 这么一位选手打头 在杨依林之后 女队的选手们都发挥良好 没有一个人在高低杠项目上出现失误 而且何可欣在高低杠获得了16.066的高分 值得一提的是 黄球爽在资格赛中 就成功使用了她的独创动作 纽币反韬单币转体360度 这也使得她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这个组别为一组的新动作 今天是成功使用了你的新动作 是 就上去的时候还挺紧张 一直就想做到最好 今天只要睡下来 我也觉得很开心 虽然有一点失误 但是觉得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 还是第一场还是可以 在第二轮的平衡目比赛中 第一个上场的队员是 本届世锦赛的女队队长江玉元 稳定的发挥 也为江玉元最终拿到 中部队全能最高分 打下了基础 不过在赛前被大家看好的衰路 并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平衡目高水平 出现了一些失误 唯一稍微可惜 可惜一点的今天是 随后的屏幕出现了一点问题 这个丢掉了 可能现在不知道他这个分 能不能进单向决赛 可能会困难一点 但是我希望他能够 能够进决赛 但是作为随后的年轻的选手 也是很好 屏幕没有完美发挥 但是他在自由超上面 他发挥的还是很完美 衰路的平衡目最终获得14.400分 排在邓琳琳和黄球爽之后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随后的自由操 衰路并没有受到影响 最后一个项目跳马 中国女队虽然没有太高难的动作 不过也都全部成功 对于后面的比赛 队长江玉元也充满了信心 队长在场上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不同就是 现在我需要把大家都给带动起来 原来可能就是说 稍微少一点 就光是加油啦 或者是安慰一下 现在是不光是安慰 要加油 还要跟他们讲一些要领 那你怎么评价今天整体的表现 我觉得大家都很不错 今天除了有一些小事物 其他全都成功 那对于后面的这个女团的决赛 有信心吗 我相信我们只要用很好的心态 去面对比赛 我相信我们都会很棒